8月份天空当中将出现天文奇景 台北天文馆表示 明天27号土星将来到冲的位置 代表在此时前后一两周距离地球最接近 因此它的亮度跟视直径达到最大 用肉眼就能够看得见了 而要是以小口径天文望远径30倍以上倍率 还可以看见土星环、卫星甚至是土位6泰坦 另外在31号晚间将出现罕见的超级蓝月 这也是72年来第三次出现 太阳系中有着梦幻光环的美丽行星土星将达到土星冲 天文馆观测土星在8月27号达冲位置 代表在此前后一两周距离地球最近 亮度与视直径达到最大 天黑后从东方升起 但黄色星点将是天空最亮的一颗星 肉眼可见 天文馆表示若透过小口径天文望远径 以30倍以上倍率 可看见土星环以及环间缝隙卡西尼缝 也能看见它最亮的卫星土位6泰坦 它在冲的位置就刚好是在地球跟太阳的反对侧 所以就是整个晚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土星 土星环面对我们所谓的倾斜角 也就是它张开的角度 大概是13年到15年一个周期做循环 由于土星环与地球绕行太阳的轨道面不同 土星环与地球2017年达最大张角27度 今年青角9度 到了2025年3月 土星环几乎与地球平行 将看不见土星环 下一次看到明显土星环得等到9年后 而8月天文奇景 还有罕见天象超级蓝月将在31号晚间登场 天文馆解释超级月亮代表地月距离在36万公里内 蓝月则是国立同月份中的第二次满月 若两者同时发生就称为超级蓝月 72年来是第三次出现相当罕见 31号晚间6点39分将是最佳观测时间 在8月31号的大概是傍晚 大概是6点39分的时候 我们超级蓝月这个月亮 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 那因为它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 会有地面的景物做蹭托 所以它看起来这个月亮又会更加的巨大 8月天文奇景轮番出现 民众可把握机会欣赏天文奇观 接着让下面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